结合环保以及观光 新北市政府将从5月4号开始 展开长达半年的双溪双铁低碳旅游活动 除了推广在地观光特色之外 也邀请民众一起来做环保 响应新北环境日 新北市政府结合在地观光 推出双溪低碳旅游的好康活动 并且设计三种套装行程给大家做选择 同时推广观光也不忘做环保 金发局局长表示 目前双溪全区已经近8成餐饮业及民宿业 都会响应环保餐具的使用 呼吁民众前往旅游时 别忘了携带低碳旅游新三宝 也就是环保杯 环保块以及环保袋 一起来减少垃圾量的产生 这5次5家一定要作为 全国低碳商圈的示范的建立 跟砍头 低波的 我们要保护几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 所有在那地方吃的 基本上都是环保的参举 所以在那里绝对没有保护油 没有这些东西 环保的 也不会用到双氧水洗过的 那个筷子 而环保局也强调 环保的推动手中观念建立和教育扎根 透过旅游的方式教导民众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以达到寓教娱乐的功能 环保的工作是这样 不做 看起来不会怎样 可是做了一定不一样 做了就一定不一样 它很可能是两天都不一样 有可能就像我一起在教育界 十几年前在教育推的东西 我来当环保局长 现在刚好在台湾的各个点都看到 一二十年前在学校播种的东西 现在看到了 双溪双铁低碳旅游活动期间 从5月4号起一直到10月31号为止 民众可以透过活动网站报名或查询 一起来享受旅游的欢乐 实践做环保所带来心灵上的快乐 中佳新北新闻板桥采访报导 好